大家好,这也是最佳拍到,我是大飞 今天凌晨,万众瞩目的大型多模态模型GPT4正式发布 我们先总结一下发布会的重点 首先,这个模型能够接受图像和文本的输入 输出文本的内容 虽然在很多的现实场景中,它的能力还不如人类 但是在各种专业和学术的基准测试中,已经能做到人类的表现 它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比如你输入一张手绘的草图 GPT4就能生成最终设计的网页代码 而且它以高分通过了各种标准化的考试 像SAT700分,GE几乎满分 逻辑能力上完全吊打GPT3.5 GPT4在高级的推理能力上也完全超越ChatGPT 在律师模拟的考试中 ChatGPT背后大家都知道是基于的GPT3.5 它的排名在倒数的10%左右 而GPT4考到了前10%左右 这就相当于一下子从一个班的差等生 蹦到了班里的U等生 这是绝对的飞跃 这一次呢,GPT4将长度上的限制提升到了32K tokens 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处理超过25,000个单词的文本 并且还可以使用长格式的内容 OpenAI还贴心的发布了一个这个GPT4的开发者视频 手把手的娇女如何去生成代码 检查错误信息以及报税等等 在这个视频中呢 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Greg Brockman说了一句话 他并不完美,但是你也一样 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扎心呢? 目前GPT4的图像输入功能还没有开放 ChatGPT Plus订阅者可以直接获得有使用上线的GPT4的使用权 4个小时之内呢,最多只能发布100条信息 开发者呢,也可以申请GPT4的API 进入到后顾名单,等待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够使用 GPT4的定价呢,是每1K的prompt tokens是0.03美元 每1K的completion tokens是0.06美元 默认的速率限制呢,是每分钟40K的tokens和每分钟200个请求 GPT4的上下文长度是8192个tokens 就是8K的tokens 但是呢,OpenAI还提供了一个32K的版本 可以对32768个上下文 大概约50页的文本进行有限的访问 这个版本的价格呢,是每1000个prompt tokens是0.06美元 每1000个completion tokens是0.12美元 此外呢,OpenAI还开源了一个用来自动评估AI模型性能的框架 OpenAI EVOS 这样呢,开发者就可以更好的去评估模型的优缺点 从而指导团队进一步的去改进模型 好了,以上就是这次GPT4发布会的一些重点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些GPT4的一些特点 第一点呢,就是GPT4的基准测试表现远远优于现有的大模型 如果你只是随意的聊天呢 你可能不太能够感受出GPT3.5与GPT4之间的区别 但是当任务的复杂性达到一定的预知之后呢 GPT4将明显比GPT3.5更可靠,更有创意 而且能够处理更细微的指令 所以OpenAI呢,特意在各种基准测试中呢 对两种模型做了对比 包括一些最初为人类设计的模型考试 可以看到呢,在很多的测试中 GPT4都明显高于GPT3.5 在为机器学习模型设计的传统基准测试中 GPT4也大大优于现有的大语言模型 以及大多数最先进的SATA模型 由于许多现有的这个机器模型啊 这个Motion Learning的基准测试 都是用英语编写的 所以这次OpenAI特意将MLLU的基准测试 翻译成了各种语言 在测试的26种语言的24种中 GPT4都优于GPT3.5以及其他的大型语言模型 包括像拉脱维亚语、威尔士语、斯瓦西利语等等 非常小众的语言 第二点,GPT4可以接受文本和图像的提示 虽然现在图像的输入还没有公开 但是OpenAI在官网展示了7个视觉输入的相关例子 第一个示例是输入了一张由三张图片拼成的图 用户输入这张图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请一张一张的描述 GPT4就会分别对这每张图中的内容进行描述 并且指出这幅图是把一个大的 而且过时的VGA接口插入了一个小的 但是现代化的智能手机的充电灯口 这样做是非常荒谬的 其实这个是网络上的一张梗图 但是GPT4也能够很好地去描述它 第二个示例是用户问格鲁吉亚和西亚的平均 每天肉类消费总量是多少 让GPT4在给答案之前提供一个循序建议的推理过程 GPT4也能按照要求做出回答 第三个示例是用户直接给了一张考试题的照片 而且这个试题是法语的 让GPT4一步步的思考作答 而且GPT4也答对了 第四个例子是用户问这张图片有什么不寻常之处 GPT4直接就回答出 这是一名男子正在行驶中的出租车 车顶上在运衣板上运烫衣服 这也是一个不合常理的地方 它可以很好的识别出来 第五个例子是给了几张论文的照片 让GPT4做一些相应的总结 而且GPT4也可以对用户指定的图片和内容 进行展开的解释 第六个例子是给了GPT4一张网络上的梗图 搞笑图片 GPT4回答说 这其实是一个效果 结合了太空中的地球照片和基块 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东西 最后一个示例是让GPT4去解释这张漫画 GPT4认为它讽刺了统计学习和神经网络 在提高模型性能方面的差异 也是对图像上的内容识别的比较准确 第三点就是在可操作性方面 OpenAI这次提供了一个叫系统消息的功能 允许API的用户来定义AI的风格和任务 而是通过将那个问题拆分成更简单的部分 引导学生来做独立思考 第二个示例是让GPT4变成莎士比亚的海盗 就是完全忠于自己的个性 可以看到它在多轮对话的过程中 始终能够保持着自己的人设 第三个示例是让GPT4成为一名AI的助手 但是总是以JSON的方式来编写响应输出 然后GPT4的回答的风格就变成了如下这样 回答内容都是JSON的格式风格 第四点在真实性、稳定性、可靠性等其他方面 基于ChatGPT使用的经验教训 OpenAI团队对GPT4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对抗性测试和调整 据说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效果 虽然GPT4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包括事实性的幻觉和推理错误 但是相对于以前的模型已经大幅的减少 在OpenAI内部的对抗性和真实性的评估中 GPT4的得分都要比GPT3.5高40% 在模型的风险方面 OpenAI聘请了50多位来自于AI、对齐风险、网络安全、生物风险 信任和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等领域的专家 来对模型进行对抗性的测试 GPT4在RLHF训练期间 还加入了一个额外的安全奖励信号 通过训练模型拒绝对此内容的请求来减少有害的输出 这种方式将模型去响应禁止内容请求的可能性 降低了82% 并且GPT4根据OpenAI的政策 响应敏感请求的频率还提高了29% 总的来说虽然还有很多的不足 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GPT4应该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布 我们也期待GPT4能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工具 通过为许多的应用来提供动力 通而改善人们的生活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小伙伴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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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